我們接著也來看看 就是除了看臺灣人臉色之外 我們也來看看臺幣 臺幣真的是最近搶搶棍 好我們看到在昨天 外資熱錢大局湧入 至少十億美金之後 臺幣就開始爆量升值了 那麼在最後是升值九點六分 來到了三十點六五二元 這也是超過三個星期來的新高 同時還有一個紀錄 就是他單日升值了百分之零點三一 連續三個交易日升值 現在臺灣已經成為最強的雅幣了 所以在投資佈局的部分 我們應該要留意什麼呢 投資人有沒有什麼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沒錯三十點六 這是三週以來的新高 但是如果我們是從 國際資本流的角度來看的話 如果是雅幣的全面走深的話 那應該人民幣 目前應該就不應該破期 可是人民幣早上很明顯 已經完全跌破期了 代表人民幣目前是受到 外資顯著的賣押和輸回 那問題來了 為什麼在大中華地區 兩岸的貨幣走勢差別這麼多呢 這個時候跟四月份 整體的經濟形勢就有關係了 我們都很清楚 台幣本坡的走深 跟剛才所提到的黃仁勳 局下揮答 相關AI晶片 可能投產台灣是有劇烈的相關 如果AI相關晶片 能夠外移到台灣的話 那就有機會 帶領著台北股市升值 那台北股市的資產值錢 台幣當然就會值錢 但問題就在於 我們看到四月份的 中國所有經濟數據的出入全面惡化 那目前來看 還是復蘇乏力 我們事實上 從全球股市來做觀察 表現最為亮麗的 是屬於費半和納指 漲幅分別有四成和三成 你光是投資指數 今年就有三到四成的報酬了 那我們看到 接下來就是台北股市 韓國股市 日經二五指數 漲幅大概在一成五到兩成左右 那稍微低一點 像是法國股市 還有德國股市 但這兩大股市 今年其實也是一個緩步走牛趨勢 今年都創歷史新高了 英國股市是來自於 殼牌能源股的帶動 法國股市 我們講Louis Vuitton 愛馬仕 股價的創歷史新高 帶動指數也跟著創高 可是問題就在於 我們看到 如果是以上陣指數來看的話 標普白指數 今年漲幅都已經接近10%了 上陣漲幅才1% 港股跌幅是高達8% 這說明市場從去年解封的這種復甦 在中國市場的樂觀行情 老實說在今年已經不復存在 市場看到3月份4月份的數據之後 又開始逐步的保守 所以我們看到在今年以來 其實美元是有適度的走升的 大概走升大概0.6%左右 歐元也走升0.3% 那你看到新台幣是完全沒有走升 但是它也沒有走扁 人民幣反而是走扁2.4% 所以我們這一波新台幣的強勢 它並不是因為亞洲貨幣多強 是因為它相對於人民幣沒有這麼弱 那加上由於輝達系統單 針對台北股市資金的部件 導致了台幣稍微升值一丟丟 這個是一個重要的關鍵點 可是由於現在來到升值週期尾升 未來美元左扁的機率 大概率還是走高 也就是說台幣不管怎麼說 中長期的方向 它走升的概率還是非常高的 那就要了解到 那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過去跟投資朋友分享過 如果美元在說說格局 就是說美元在升值的時候 往往爆發的就是新興市場的 這個新興市場債務危機 那麼如果美元走貶 那就代表了 新興市場的資金就會回流 所以我對於下半年 台北股市 甚至到明年台北股市 始終抱持著一種 台幣有機會升值 台北股市有持續帶動的機會存在 我們從過去幾十幾年來看 美元的升值力度 往往在利率大幅攀升 比如說像現在升值的時候 所形成的新興市場的債務危機 是特別容易形成的 比如說1980年代的拉丁美洲債務危機 一九九七年的亞洲金融危機 一五年的俄羅斯盧布 中國的上陣股災 一八年的巴西黑澳危機 你可以看到很明顯的跡象 這張圖表是美元指數 美元指數往上走 就是美元升值 那相對而言就是新興市場貶值 你看到只要美元大幅升值 馬上就爆發拉丁美洲債務危機 為什麼呢 因為你之前寬鬆的錢 你炒高的房地產 你炒高的股市 現在瞬間收縮 大家都要回來投資美國股市 沒有人在你新興市場股市做投資 泡沫直接破滅 這個時候新興市場會重疊 所以一九八年代是一次 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 泰國韓國也是一次 一五年我們看到上陣股災 俄羅斯盧布危機也是一樣 那去年有沒有危機 去年有啊 去年土耳其里拉危機 斯利蘭卡破產 那現在迎來的就是危機已經結束 那下半年就要開始進入到 復甦走起了 所以未來傾向 我個人認為 美元走扁的大概率還是偏高的 可能有最後一波陌生段 但是逐步走扁之後 帶來的就是新興市場的緩步墊高 那新興市場緩步墊高 台幣升值之後 我們就全面對於台北國 是一定樂觀嗎 也不一定 我們是對於整個指數來看 它有一個中性樂觀的區間 但很多人說 你看壽險業持有這麼多的海外資產 會不會受到影響 這個影響幅度就比較高了 我們都很清楚 壽險業本身所持有的資產當中 有70%是屬於國外債券 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看到的國泰金 富邦金 底下的國售 富邦人售 旗下所持有的資產 大部分都是以美元計價 那如果到時候美元不值錢了 反而是新台幣值錢了 你兌換回來 你會發現 因為你美元不值錢 你的美元資產兌換回來 好像獲利就沒有這麼多 這個時候 你的匯損風險就特別高 這是第一件事情 可是也有人說 可是如果到時候 美國有可能機會 採取降息的話 那美債價格 就有可能攀高 所以基本上 未來要觀察的一個重點 就是台灣的匯損風險 會有多高 如果台幣走的趨勢太強勁 走升速度太快的話 很容易直接傷到壽險 壽險這兩年已經過得很不好了 去年又要增資 然後又有這個禁止的破產危機 然後現在投資這麼多比例都是屬於海外債權 台灣在投資比例當中 因為很不幸的 台灣內部沒有太多的投資市場 逼得壽險業拿到了這麼多的儲蓄率 你知道台灣人 很多人說台灣人喜歡炒房地產 喜歡玩股票 但是其實台灣人買最多是什麼 儲蓄銜 買最多的是保單 這麼大批的儲蓄率 資金全部灌到壽險體系當中 就代表著台灣人 大部分真實所持有的資產 都是海外債權 所以這種匯兌的損失 對於台灣本身在匯兌損失 所形成的資產減損 力道就會特別是兇猛 所以如果想要讓台北股市 未來有一個穩健格局 伴隨著台幣的升值 最好的辦法是什麼 就是台幣是屬於緩步走高 如果只有吉拉的話 那反而對台北股市相對會不利 是 好 如果台幣是這個緩步走升的話 是OK的 但是如果說太快的話 那恐怕對股價是不利的 尤其是這個壽險的匯率 也是風險非常的大 有一個洞 所未amin的 就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